沒問題的話請確認角色身分 好笑喔 請收發言順序 8號開始發言 剛剛看了一下 那個最晚把頭盔戴上的應該是1號 所以1號感覺會做這樣的行為 應該是好一點點 然後第二個 那個碗把那個頭盔戴上的是9號 通常第二個我就覺得 小想要聽他等一下怎麼講 因為比較命牌的話可能 9號 10號那邊 覺得有 然後7號牌剛剛有看他一下 然後他是很快就把面罩戴上 然後一直在笑 不知道怎麼笑但是應該 應該目前小放他一下 所以我第一輪看的就是 我想要重點懷疑這幾張牌 然後因為這一局 魔術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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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提醒一下後面的那個 預言家 是預言家嗎 對 預言家 等一下記得 一定要抱你的 對 對 不抱的話我就不會相信你 好不好 8號就是 照常的尬聊也 也沒辦法評論什麼 先打一個問號好了 然後呢 就在聽一聽8號講話的時候 我就轉頭看了10號 不小心就跟他對到眼 我想說你在看什麼 我看你觀察到什麼 因為名牌的時候 我是沒有跟10號有對到眼啦 那我先說一下我覺得怪的名牌 3 還有6 還有7 這三張 為什麼是3呢 就是因為他剛剛好像就是一直在看大家 然後最後我好像剛才對到眼一下 他就飄走了 所以我會先聽一下3 然後6是在 名完牌就開始有一點在 講 笑啊尬聊 這種感覺 就是我會覺得狼通常會先講6 然後他為什麼點7 就是8在講話的時候 7就一直寫 一直寫 然後通常他拿狼的時候 就很愛在那邊一直做筆記啊 這樣 因為根本就沒什麼內容好寫啊 8號根本沒聊什麼東西 所以我就聽看7寫了什麼 為什麼我驗7 其實我這一局呢 是想要7、8選驗 那為什麼我這次會放過我們的痘痘呢 因為想說我們最近當老師很累 加上我前面名牌真的沒有跟痘痘看到 我不想用這樣的沒看到 然後去驗你 我覺得有點浪費 我反而想要驗7、8是因為 8是因為他季冠軍我從來沒驗過 7是因為他很常講那種 所以我想說那我驗7也好 如果他是狼的話 他那感覺有很會帶風效 今天我不好意思真的是狼 好 那不好意思 9號我可能會先摘看一點點 為什麼 因為你剛踩的367 又踩到我這支茶沙牌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在這麼前面 就已經往你龜票位的狼隊友 直接說他什麼 8號在發言的時候 7在那邊寫 我覺得有點不太可能 除非你打很騷 所以我想因為 你直接點到我這張茶沙牌 先稍微把你放過你 好 剛剛我在看你的時候 就是因為我這一場就是預言加我的氣數 然後 蹬誰就蹬誰 8號 為什麼我7、8號要選面 加上8號第一個發言的時候 我覺得他講的東西很奇怪 他竟然在比誰什麼最晚 什麼拿面具還什麼蓋面具還什麼 我覺得你 你抿這個東西好像在填充室發言 加上你說 第一個玩的是1號 第二個玩的是9號 然後名牌又要把我算進去 就是說名牌又90那邊 就覺得你好奇怪 你到底是要看面具還是要看什麼 所以我覺得8號 雖然你是手智慧發言 但我覺得你的發言格式實在是太奇怪了 你要有 警徽留 不是 預言加魔術師留是不是 我就是留在他身上 因為我覺得太怪了 那 後面的話 因為我現在我真的不知道 誰的 誰要跟我對跳 但我看面相來講 我覺得4號前面的面相是很凝重的 現在整個臉是垮的 我不知道狗人兄你是不是要跟我一起對跳 沒關係我就來看看 看你們要不要就這張7號牌 龜票位 很恐怖的龜票位 感覺流派的 反正我的那個魔術師留 我是留8號 然後9號我覺得他因為他點到我稍微 把你放在一個好的地方 其他名牌我就沒有什麼太看到了 好1號發言 我覺得10 沒有很想相信這張10號發言 因為我名牌的時候 確實是覺得10號是場上最怪的牌 然後剛剛10在發7XX的時候 7有一個他是身分牌的感覺 就讓我覺得10沒有很像預言家 然後再加上我覺得910像認識的牌 是因為9不是很會看10嗎 然後你剛剛說你在抿10的時候 你說我沒有看到10 那先放過 就你竟然放過這樣 我覺得抿牌超怪的10 所以我覺得910很像認識 加上10剛在發言的時候 他保下了9 所以我覺得910很像 鄰居 就是他們認識 可能晚上有見過的感覺 然後所以我覺得910這邊 可能放問號去 除非後面真的 這個年頭還有人玩 當單編譽的話 就是7號出去 趁年 對 但是如果後面預言家特的話 很良一下 但是我目前沒有覺得10很像 預言家 明牌沒有很想 就明牌的時候覺得滿尬的 然後剛剛發言跟910的那個互動 我覺得又有扣臉分 加上7號的表情我覺得滿好的 然後所以10又再扣臉分 對 然後明牌的時候是看到4 真的滿嚴重的 就是 感覺這邊有Ready好什麼 血池之戰的感覺 然後明牌好 加油 沒有跟你壓力 就是希望你可以加油 加油 加油 D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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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壓力好大 加油加油 好 目前是先覺得是這樣 對 然後7號要排身分 對 才可以正式演 過了 好 2號發言 然後 我剛剛明牌是看了7號 就是很早就戴面具 然後因為之前沒有跟他玩過 所以不知道他這個行為是 好還是不好 就是看不太出來 然後 然後 有一點想要相信10號 因為他發7號查紗 我想說如果他是一個假的 因為人家會發剛剛就是這麼明 動作這麼大的7號查紗嗎 所以我覺得10號有點像 然後我也覺得8號有點乖 因為他剛剛手作發言 然後他點名牌說 點了就是說1乖 可是他最後又說4 9 10 所以就是沒有 他前面沒有點到4 但他後來又講了 點了4 9 10 所以覺得有點怪 先回應一下9號好了 因為我剛剛 亂玩一圈 然後有跟9號對到眼 但是因為我剛好有覺得這邊 變很嚴肅的 所以我想要趕快再看回來 所以我就趕快再看回4號 因為我覺得 我剛剛明牌的時候 是覺得4 8就是 看完牌的時候 然後臉色略變緊張 然後剛剛8號發言完的時候 就是我覺得會有一種 就是好像不知道要講什麼 就像10號說的 有點填充式發言 然後前面的話2號 因為我也沒有跟2號玩過 那我覺得他剛剛滿誠懇的 還算可以 然後1號的話 但是我覺得我跟1號 有點不太一樣 因為我有點想信這10號 因為我覺得4號可能 等一下就會起跳 對 所以我想要先信這10號 可是我覺得1號又講得 就是滿合理的 就是如果 後面還有預言家起跳 10號跟9號我覺得 也是滿有可能是認識的牌 好 酒精水 我先講一下我為什麼驗9 我剛剛明牌的時候 是看到2跟9 然後我覺得 這兩張牌都很大 我夜裡在想說 我要驗哪一張牌 可是因為 痘痘我們明完牌的那個 韻味流的印象比較深刻 我覺得我就想要驗9 所以我查了9 9是精水 那我現在 自己聽下來的狼坑 10 1 2張 因為我覺得1 不像好人的點 是他直接鐵頭 不信這張10 我覺得有點像提前在打倒狗 就是後面你後面還有很多人 有可能會跳預言家對吧 那你直接在那邊不信 我覺得你有點像先打倒狗 就是你直接不信他 所以我覺得1 近坑 然後 8雖然剛剛發言真的很 我覺得沒有很好 可是因為10打了8 說他的魔術師留要留8 我覺得8好像在我這邊 可以先放掉 然後再來是7 我剛剛有在想說 10發後製會7查殺 會不會是狼發狼座的身分 可是因為7的表情 我有看到 我也覺得他有像帶身分 那我的坑 只能是11 然後5 6再一次 1人家牌我驗9精髓 魔術師留的話 我要看我 我要依我的名牌去驗2嗎 還是 我要 摸清楚7這張身分 我摸清楚7好了 這樣可以 這樣可以吧 因為10是跟7要身分的 你不信 1是跟7要身分的 10 你不信10的話 你跟7要什麼身分 就是我覺得1沒有很好 我覺得1有點像在找 因為他自己也講了 我覺得7像帶身分 那叫7拍一個身分出來 叫7拍一個身分出來 叫7拍一個身分出來 我覺得1沒有 發言沒有到很好 所以 我 那我還要驗7嗎 因為我看7的表情 真的蠻像帶身分 那我驗2 我先驗我名牌的2 我名牌我覺得2尬 我先驗2 魔術師留2 9精髓 然後聽5 6發言過 我 我比較想要站10邊耶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4號有點奇怪 因為你的坑打11 然後5 6開1籃嘛 那我其實覺得如果你要盤1號 是倒勾的話 應該是比較後面在盤的是 可是我覺得你把11打非常的定籃 然後你的魔術師留 魔術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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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魔術師留最後打2 那你不是說5 6開最後1籃嗎 那你應該是 你11打定了 然後5 6開最後1籃 那你應該是要留5 6 你怎麼會去留2呢 就是我覺得你這個留的不是很好耶 然後再來是你放掉8號牌 因為8號牌是我覺得 名牌裡面就是最做作的一張牌 因為它就是有一個邪校 然後它醒來的時候 給我那種超級胃光流 然後我就想說 就不知道8號是什麼身分 因為它其實是有點抗推 就只有你放掉它 所以我覺得8號 現在是我問號區 然後前置位我覺得 3號牌也有點奇怪 因為3號牌你 我覺得你前面對1的定義有點模糊 就是你說你跟他站不同邊 可是後面你又覺得他是好人吧 就是 就是我不知道 如果他跟你站不同邊的話 你應該會覺得他沒那麼好 可是他跟你站不同邊 你卻覺得他是好人 然後再來是 你說你覺得 我覺得2號牌可能是好人 就是他有聊到一個 我覺得 我有聽到8號說的 就是他覺得 8號突然把 4號 他打490 可是前面沒有聊到4這件事情 是跟我看到一樣 所以我覺得2號滿像好人牌 可是3號你就說 因為我沒有跟2號玩過 可是我覺得他很誠懇 所以應該是好人 那你沒跟他玩過 你怎麼可以那麼快確定他一定是好人的 所以我覺得3號也沒有特別好 然後 所以我現在可能比較偏站10邊一點 那1號 要盤到勾也不會那麼快盤 那我覺得 我覺得1號叫7號拍身分這件事情沒有錯啊 因為被 發查查本來就要拍身分 所以我覺得1號不會因為叫7號拍身分 變得壞 所以 我現在覺得前面3 4可能偏不好 那9號 我覺得比較像摩頭筋的感覺 感覺啦 對 可能在停 所以我現在覺得 對 3 4 3 然後可能 3 4 7 3 4 7 過 我覺得宇婷發言應該是前面前3名 原因是為什麼 因為剛剛在銘牌階段的時候 然後我們有對看很長一個時間 然後我看到宇婷就笑了 他說 太好 所以我覺得他如果是狼的話 那個狀態我覺得不會那麼輕鬆 然後 我站10邊的點是 5號剛剛其實講蠻多 原因是因為 4號完全沒有點8號 可是因為8號在那個位子 他告訴我 小放7號牌 對吧 小放7號牌 著重90 然後因為我覺得2號蠻好的原因是 你剛剛也講完了 2號 8號確實一直聊90 最後 他說我精彩 4 90 他幹嘛突然點4進去 然後4在那個位子 8已經點你了 然後你在魔術師驗流的時候 你還沒有驗到8 你反而說5 6開然後去驗2 因為我覺得2 3你都不能放 原因是因為2跟3都告訴我說 他姓10號牌 因為1號牌在那個位子 是不姓10號牌的 但2跟3都說 1號你發言得不錯 但我跟他不一樣是 我姓10號牌 所以在你的視角裡 2跟3都不可能出你的坑 然後因為你打11很定嘛 你打1我覺得OK 因為他佔你反邊嘛 那打10也OK 那2 3我就覺得不太滿意 然後接下來7號這張牌 原因是因為10發7號牌的時候 我原本以為9跟10是認識的 原因是因為9告訴我說 3 6 7很尷尬 然後我就10順發一個7號牌查殺 所以我覺得9 10好像滿認識 1號牌剛剛有點到 但因為你發9這個精髓 我不排除做身分喔 因為你也告訴我10發7 有可能是在對做身分 所以我狼坑我姓10 我狼坑打3 4 8容錯9 9還是放我容錯 那7的原因是因為 7的原因是因為大家說他像身分牌 可是因為我一直在觀察他 他真的寫到那邊之後 再也沒在寫了 後面再也沒在寫了 所以你能是什麼身分 我很好奇你是什麼身分 所以你就好好拍吧 你告訴我什麼身分啊 然後反正我覺得10跟9 10跟4都跳嘛 我覺得先票7吧 因為老王牌應該會喊跳 所以我站10邊 先票7 女巫獨4 我姓10 我 7號發言 我覺得我好無辜喔 全場我最可憐 那個 對 剛剛聊一下狀態 劉的話我覺得7號狀態 明顯比10號好很多吧 而且 4號 對不起 我看著我的號碼 我覺得4號他剛剛 在預言家的那個發言 很OK啊 可能就是我看清楚我自己的身分 我知道10號在 10號是汗跳 所以我從開始 10號在講什麼 我就一直笑 我拍不出身分 我是一張平民牌 對 可是 等一下我一個一個聊好了 我現在被講得有點混亂 1號我覺得是一個好人牌 1號的發言跟他的狀態 我都覺得很好 所以我這邊寫個 超大好人 一個很大的狗狗這樣 然後2號 雖然他的發言很空洞 但2號的視角跟他的發言 明顯都像一張好人牌 所以我覺得2號也是一個好人 3號就是覺得怪 我覺得3號 我踩一下3號 我覺得3號很緊張 然後 他為什麼可以直接跟4號對話說 我覺得等一下4號要跳怨家 就是我覺得3號好像是有視野的牌 所以3號我這邊踩一下 對 一個狼爪先給他一個 然後4號真語不用聊 4號那個狼坑是十一五六 5號發言為什麼我覺得5號像狼 所以我覺得5號有人在 就他一下 他就是鐵頭戰10號 然後他的發言 其實我也沒有太仔細聽 我就覺得他是一個狼牌 在混淆大家視角 所以我就寫一個混淆視角 然後狼這樣 然後6號 剛剛我覺得6號有一點聊爆是他 因為他10號發7號查殺的時候 那個6號聊號狼坑348 那我7號去哪裡 就7號在一瞬間忽然失敗了 所以我覺得6號很像 失敗了 結果我覺得6號有點像 聊爆的一張狼牌 所以6號這邊我也覺得是一個狼 然後8號一開始 我覺得8號滿像狼的 但是後來看大家都在踩8 我就把8號有點放掉了 原因是因為一開始8號在 手之外發言的時候 他就說等一下應該會有遇人家跳吧 然後他盯著10號牌 所以我就覺得為什麼你有這個視野 會覺得10號要跳院家 可能是我自己看錯 但我會覺得8號這裡也不太好 然後9號這裡這把狀態滿像好的人 所以我的狼坑是 5、6、10容錯、3、8 對 就是我覺得這把先把10出出去 因為4號是真院家 GO 請大家進行投票 3、2、1請投票 4、2、1請投票 4、2請投票 1、1請投票 7號 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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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PK什麼 10號就是狼 從哪裡要聊他呢 我要是一個獵人就好 我就可以自證一下我的身分 但我就是一張平民牌 我要講什麼 我是一個好人牌 沒有身分 然後被發了一個查殺 所以我在這裡 要跟大家講 我是一個好人 我也不知道能說什麼 對 過 不是他七號 他不知道能說什麼 就已經是一個很爆的地方了 你是一個好人 你這麼會講的人 你能不知道你是一個好人牌 就算你是一個平民牌 你還是可以打翻我 但你今天打不翻 就代表你就不是平民牌 這是一個很明顯的 一個狀態還是什麼 他就在盤狀態流 狀態已經很明顯 然後再來 我現在視野很清楚 就是四七是兩隻好了嗎 再來 我覺得 因為九號也上票給我 但是因為九號是四號發的金水 我覺得比較像摸頭的 因為他是汗挑 他需要撈票 所以我覺得你比較像摸頭金 那還有一號跟八號 也是上票給我對不對 一號跟八號裡面 我有點分不清楚 是因為一號是馬上 不佔我的那張牌 然後八號是我覺得 在手碎發言完 最怪的一張牌 也是我的魔術師流的 第一張牌 所以 呃 現在我的 如果我還在 我沒有被衝出去的話 我的魔術師流 我還是想要先留這個八 因為一號 如果他敢不認我 他作為一張狼牌的話 這個舉動有一點大 他是直接不認我 他說我覺得不認十號 就後面二三 五六 全部都認我 我覺得如果你作為狼的話 你這個舉動 可能把自己做得太焦點了 所以我還是會想要 不改我的那個魔術師流 我想留八 因為七剛剛 他保了一 也保了八 所以這張狼牌再保了 都是上票給我的牌 所以我想先從 這些上票給我的牌 去抓狼 那因為剩下的 二三五六 倒勾嗎 我真的抓不太到 我真的抓不太到 除了剛六號講的那個bug之外 我又有聽到 但是因為七 很打六的這個bug 我心裡想說 哇你們是這樣三郎 裸著在那邊跟我玩 是不是七超主打六的 所以我就覺得 因為七太主打這個六 讓我覺得 六的那個 其實六講出來的時候 我會想說 他是不是bug 他其實有把七算進去 他只是說 三四八容錯九 就是這個空間裡面 等於也是四個抓兩個的意思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這個意思 所以 但我覺得七二零 抓著你這個點在打 我覺得 好像又還好了 所以我想先從一八去鑽 但我的順序還是 先插這個bug 他是平民拍不出來 你讓他出去也就算了吧 這集有四個名欸 我就是一個真語言家 我今天被出去了 我的天啊 他們在找魔術師跟女巫就好了 就是這麼簡單的事情 當然是先出七啊 有什麼好驚訝的 九號 九號 怎麼了 直接被摸頭摸一個 你真是暈掉了是不是啊 不是真語言家 四七 好不好 四七 然後先出七就對了 先出七就對了 過 請大家進去手票 三二二一請出票 停車 他不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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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天黑七十地雙 啊 好痛 有了嗎 天亮在情侶之夜 昨晚 九號 被殺死 直覺醒日 安局 十號 開啟班 童韜好兇 你還不好聽事啊 八號精髓 八號是精髓啦 那我可能要著重 這一輪要看一 可是因為我剛剛排了那個 我覺得一 它這個大舉動 它雖然上票給我 它大舉動我可能像好了 所以我著重聽一之外 二 三 五 這邊我可能要找到狗 因為我的茶沙牌 剛剛很著重打六張牌 我已經想要放出來一點點 但是六如果你 你等一下也可以解釋一下 你剛剛那個心路歷程 到底是什麼意思 三八 三四八龍錯九 但是在二 三 五裡面 我覺得 五是 我怕它這個 瀏海戲就會飛 它這個氣勢 它剛剛的發音真的很好 因為它是完完全全的 聽我這一邊 然後講出所有 四號它的發的什麼 那個什麼 查驗流不好的所有BUG 講得可圈可點啊 所以我覺得四號 如果要測成這種完美銀狼的話 我真的 我真的抓我海盜 我真的有點抓我海盜 所以我很想著重聽二三那邊 一 二 三那邊 看有沒有到過 或者是沖牌的一號 它就是純粹沖牌 因為我查八號是精髓 魔術師應該沒有動到吧 我剛剛講了 我要查八號 所以這一局 反正這一局聊完 就還是出七 因為 它是我的查砂 四號是我的汗跳 四號高劇是狼王 所以我覺得 我發到這個查砂 比較像小狼 然後四號狼王起來 九反正這一局聊完 就還是出七就對了 麗兒 麗兒剛才有誰 誰沒在我邊的 我剛才沒進 一四 一四八九 沒問題啊 我已經剛有懷疑過你 我現在有懷你一個身分 雖然我不知道你信不信我 你是精髓 那四就是我汗跳 當然投我一 我不確定是純衝還是 他是好人暈 所以我想著重聽 一二三招 衝牌或勾牌裡面 剩下那隻狼 過 我是站四邊的 按讚訂閱鈴鐺 開了沒 開了沒 快點 投了嗎 開了沒